再来看到的是金山湾区双十国庆杯成人累球锦标赛 今年共有八支队伍报名参加 则是分成了甲乙两组来进行比赛 主办人陈胜明表示 由于各个球队热情的参与 使得活动进行了23年 每一年都是圆满而胜利 这次今年的国庆杯 双十国庆杯累球赛 是从9月15号开始到10月7号 总共四个礼拜 八天四个weekend八天的比赛 总共这次呢 以往我们大概有十个球队左右 但因为有一些球队缺乏阻力 所以大概今年只有八队 那今年呢 就是八队里面我们有出赛 出赛完之后呢 暗阻就分成两阻 那就是甲阻跟乙阻 那甲阻冠军就是first at bat 那乙阻冠军就是那个border 那我们这一届呢 是第二三届 那我们从这个二零 一九九零年开始第一届 第一届呢 第一届就是我们现在的任宏 任这个委员长 副委员长呢 他主办的 那么他办完之后呢 他因为他业务很繁重呢 所以第二届的一九九一年的时候 就交给我办 所以一半的办到现在 所以现在是二十三年了 所以先目前也都还不错 现在各队呢都有的队都参加了 都十年二十年以上 好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